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区块链的信息 那么好,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点是关于PanetWork 应用商店里面需要去注意的一些问题 那好,大家都知道PanetWork它是做的一个公链网络 那它自然是公链的话,它就能够去承载一些应用程序 以及它的上面开发一些程序 包括说我们现在知道的医护程序 以及发行其他的项目 还有以后的DeFi,NFT等等的一些 那么这些都是存在于PanetWork整个公链之上的一些模块 那好,这个问题想必不用我太多的去解释 因为都知道公链项目就比如说以太坊 它上面发行的很多的其他的代币 以及其他的项目 那么他们都是基于以太坊的链上去开发的 那以后PanetWork这条链上面也会有非常多的其他项目 在PanetWork这个链上去开发 那所以现在PanetWork还没有进行公开性的组网 现在我所看到一些白名单等等的这些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以后公开组网之后 他们要在上面运行的一些项目 那这项目呢,其实和尼古拉斯呢 它本人是没有太大关系 只能说他们相当于是一个租客 在PanetWork这个链上面租用它的一个公链来进行搭建他们的一些程序 那至于说这些程序的好与坏呢 其实是和PanetWork没有太大关系的 就是说如果说PanetWork这个链上面出现了一些好的项目 那么自然呢,我们就觉得为PanetWork赋雷 但是如果说PanetWork这个链上出现一些不好的链呢 那必然就会给PanetWork造成一定的影响 所谓的劣币驱逐良笔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所以在前面的视频我就说了PanetWork之间的商城之战的一些问题啊 那么呢也就表现在这里 所以说PanetWork它对于它的一个价格的定义呢 它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定义 而你们所看到的定义的价格说商城的一个白名单的定义 那么它和尼古拉斯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和PanetWork整个链也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他们呢是由这个链上面去发行的一个项目 而这个项目呢去定的一个价格 而这个项目定价的背后的人呢是开发这个APP的人 或者说就是开发这个程序的人 那么它和尼古拉斯团队呢是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一个租户与租客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如果是这样去理解的话 我们看待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现在的一个应用程序也不是很多 但是在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公开性的组网到来之后 那么呢我们就会发现PanetWork在个链上面会出现非常多的应用项目 还有些与现实之间有交际的一些项目 那么当这些项目出来之后呢我们要懂得去甄别 就是证明什么证明它是一个量币还是一个劣币 也就是说甄别这个项目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如果说以后PanetWork项目呢 它这个链上面出现了一个白名单项目 这个白名单项目呢 它在进入到这条链通过审核的时候呢 它的本意是好的 它的提交的资料和他们的愿景提供的都是利于Pi有这一方面的 但是当它通过这条审核之后它换一种形式 那么以诈骗的形式来诱导这些Pi币的持有者 或者说诱骗这些派友呢 那么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所以说以后PiNetwork的这个链上面出现了非常多的应用之后呢 难免会冲扎一些不好的应用进来 那么这呢是需要我们自行去甄别的 而项目方呢它只能把第一道关卡 它把第一道关卡过了之后呢 至于下一步这上面的一些项目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它不会马上去排查出来 直到这个项目出现了一些问题 或者说有的派友已经上当收骗之后呢 他才甄别到 到时候他再来处理这个问题 但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所受骗的一些东西呢 就无法被挽留 就很有可能无法被挽留 那造成这种情况呢 肯定就会有非常多的派友呢 就认为这个链不甘全 或者说PiNetwork是骗局 那好 其实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 有很多人就认为PiNetwork是骗局 PiNetwork是一个乱喊价格的 PiNetwork是不靠谱的项目 就非常多的派友有这样的一个认为在里面 其实我们理解背后的一个逻辑之后 发现 从始至终PiNetwork的项目方 也就是说你吉古拉斯这个核心团队嘛 从来就没有给出一个价格 那么他们在谈论价格的时候都是说了 需要一个稳定的价格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那么这是他们对于价格的一个定义 而现在实实在在的商城里面去对应了一个价格 包括说1000美金也好 或者说6000美金也好 那么它呢实际上是背后的一个个人去喊出来的 它和项目方和PiNetwork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这些是相当于是在PiNetwork这个链上面去的一个租妇 他们相当于是租PiNetwork的房子 那么他们在这个所租的房屋里面 拿着大喇叭再喊6000美金 1700美金 那只是租房的这个人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喊法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所以说这个和项目方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我们要懂得去甄别这一点 如果同样的你这一点能够甄别出来之后 包括说以后PiNetwork实际落地的一些项目呢 我们也可以去甄别 就可以划分界限 就是PiNetwork它只提供平台 而它在平台上面所提供的一些商家 那么这些商家中有好的商家 有坏的商家 那么至于哪些是好了哪一坏的 一开始我们是不知道 所以要需要我们去擦亮自己的眼睛 在里面去运用的时候 去使用的时候 也要把握好尺度 那包括说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游戏类的 或者说NFT类的等等的一些东西 因为现在是蜂蜜式的组网 大家在浏览这些东西的时候 问题应该都不大 但以后如果公开性的组网之后 你一旦操作失误之后 比如说把你的失药给暴露出去之后 那很有可能会造成你的派币的丢失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去怪项目方 因为这个呢很有可能就是说派链上面的这些商家所搞的一些鬼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找到了原因 我们会去规避这样的一个风险 在提及一些敏感的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去把握好自己的一个尺度 好了好了 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 因为分享这个内容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说我现在看到在项目中呢 就是有非常多的项目已经进入了白名单 但是进入到白名单当中呢 我也看到有的项目呢 说实话真的一般般 好多项目没有几个 现在进入的项目我看见的哈 比较普通 其实怎么说呢 要说没有好项目我也不知道 因为有的是国外的项目呢 我没有仔细去研究 而我研究的这几块就是 亚洲这边地区的这些项目呢 都很一般 很多都是照搬传统的项目 而搬到这个Penetwork这个链上面去的 而实际上他们没有任何的创新 这是我看到一点 我希望呢 就是说Penetwork这个链上面 去到一些商家 他们能够做出一些创新的东西 有意义的东西 比较前卫的 这些创新的东西呢 来去吸引到大家 而不是说有的线下东西 直接照搬到上面去 而且照搬上去之后呢 还打出一个天荒乱坠的价格 这呢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看法 好了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看法 或者其他的想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点赞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 好了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 OK